嗯 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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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啊 我让你起来啊 大师兄 我们已经练了两个时针了 还有你 老大 我的腿都折了 师父说过 万丈高楼游地起 你连基本功都没有 你们怎么练 我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不在意这群兔崽子又偷懒 你千万别跟他们说 是我带你来的 我不说他们也知道是 还不起来啊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师父 快快快 要偷懒也找个人把把疯啊 别完全不把我当成一回事 练武可以偷懒的只有一种人 就是天生极品 让我看看你们哪位师啊 耍个俯虎拳来看看 你是大师兄 你先来吧 好 好 好 打得好 我叫你打伏虎拳 这套什么 罗汉拳 自己打的哪一套都不知道 你睡醒了没有 到一边凉快去 下一个 你搞什么呀 打来打去只有那一招 整套拳只有一招吗 对 全套拳只有这一招最帅 所以我只打这一招 你只会这一招吧 可以这么讲 下一个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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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打拳 不是叫你跟我打招呼 你打呀 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吃的很多 我容易胃下垂 那么一胃下垂就会肌肉萎缩 那么一萎缩就会影响到学道的走位 所以说我今天不大适合运动 你一招都不记得是吧 从某种角度上这么说呢 我不否认 真搞不懂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 那么简单的一套拳 学来学去都学不会 师父当年一炉香的时间就学会了 还从头打到尾呢 你们你们有没有自知之明啊 又蠢又不努力 真是没得救了 师父 我们是蠢是笨 可是你也不用这么坦白吧 不要很直接嘛 很伤人自尊的 人要脸树要皮 师父 师父 我们不配做你的徒弟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你又害什么 你语气太重了 我有一句就说一句嘛 我疼我的徒弟 想激励他们有什么不对啊 又不是人人都像你那么聪明 一学就会 他们都是半路出家 你不要要求那么高 你别看他们是群大男人 实际上心灵很脆弱 脆弱的就不是大男人 我是不是 真的太过分了 严格来说 我也是直接了一点点而已 需不需要翻脸呢 金老 你的蛋 喂 你整天去哪儿呢 你大哥我好烦呢 我刚才在大树上 看到你骂他们 你真的很过分 本来就是啊 蠢不要紧嘛 不要偷懒啊 又蠢又懒 佛都有火 你想想 如果我这样骂你 你会不会火 我知道 骂都已经骂了 怎么 难道叫我这个做师父的 想跟他们道歉 不通嘛 啊 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你要他们听你的 你就得跟他们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没错 就像我跟你 不分彼此 不分大小 不话不谈 人跟鸟都能够成为好朋友 为什么你们人跟人之间会有那么大的隔阂呢 如果你想让他们接纳 你就得跟他们打成一片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打成一片 可是我觉得师父骂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嘛 也不能人身攻击啊 骂得我们一点自尊也没了 你也要自尊啊 喂 洗澡啊 不如一块吧 站住 干嘛呀 师父来帮你们擦擦背而已嘛 啊 干嘛跑那么快 不用受宠若惊 怎么样 啊 舒不舒服啊 大力一点呢 大力一点 好啊 舒不舒服啊 太舒服了 没想到师父武功了得 擦背也有一手啊 对啊 不重不轻 恰到好处 师父知道自己刚刚说话 鱼气是重了一点 希望你们三个家伙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们说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好 那就好了 以后呢我们打成一片 每天一起洗澡 好不好啊 轮叶轮到你们给我擦背了 好不好啊 没问题 你们这些臭小的 你们这些臭小的 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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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能看到我们多少啊 你有多少东西给人家看 剩下的全给人看见了 已经所剩无几了 给人家看一下也无所谓了 幸亏当时我有个木桶 遮住了重要部位 你说当时如果你没有木桶 会怎么当 用它来的啊 那你呢 用它喽 那你呢 用你了 那你们就明白师父在你们的生命中 是多么的重要了 来啊 来啊 一块吃饭吧 呃 我不饿啊 那喝口汤吧 也好 你们放心 该看到的我看到 不该看的我看不到 你慢用啊 走啦 来 她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吗 她是在笑话呢 嗯 看来这个明姑娘 比我们还大方啊 那是大方吗 那是大胆 我从外没见过 有这样的女孩子 多有这心不知 谁叫你们这些做男人的 还比人家做女人的胆小呢 师父 我们道观都是男的 就明姑娘一个女的 怎么说也不大方便 不如 不如 让她离开太区观了 你们离开以后 我们会更方便一点 对对对 我们可是为她着想 她跟我们这些道士在一起 没有幸福到 就是啊 你们说会不会太过分 嗯 会不会太无情 嗯 那这么难为情 谁去说啊 嗯 那你们这群人还算人吗 嗯 好 隔隔隔碎碎的要干嘛 没有啊 我是想帮你洗碗啊 找我有事吗 啊 聪明 是不是为了那个洗澡的事啊 既然你都那么坦白 我也不妨开门见山了 我也想找你谈谈 坦白的说 我真的不知道宋远桥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看到他们 有些头大身小 有些肥肉横生 有些外强中肝 多可怜啊 一看他们就是平时很少运动 这群人没人性的 你不用对他们那么好啊 你应该多教他们一些强身健体的武功 这样他们才会强壮一点 你那么为他们着想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们并不那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觉得太习惯里太多男人 有你一个女人不太方便 那换句话说呢 你会不会觉得太习惯里太多的男人 只有你一个女人也不太方便呢 为什么眼睁睁的 眼呆呆的 不要眼红红的 那也不要眼湿湿 你怎么说哭就哭这么快啊 不要这样啊 乔丁宝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这样对我 没错 错的那个人是我 你知道就好 是 是谁在拜堂那天带我走的 是我 是谁死要送我回家 害得我家破人亡的 是 又是我 是谁答应我死去的父母照顾我的 是 还是我 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讲 没有了 就当我没有进来过 没说那么多话 我走了 站住 收到 我以后不会再说 以后也不会再提 可以了吗 我心情不好 这一碗你洗了 好啊 终极了 你说我要怎么安置这个神婆好呢 我认识一只花梅 她歌声甜美 我每天都去听她唱歌 真是开心 我是不是欠了神婆很多呢 说起来我也欠花梅一条虫 我答应要还她的 说穿了 我也要负最大的责任 但这不代表我一辈子都要跟她在一起啊 我本来也想跟花梅在一起 但是今天我发现她有老公 所以就跟她分手了 你说我做的对不对 对一个人好 就应该让她一辈子都幸福 你说对吗 这五仔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小鸟生死相许 你说对不对 事不宜迟 我明天开始就要给她终身幸福 不要睡了 起来啊 回房间去